今月19日 河南南陽市 方城縣燕山鋪村的英才學校一間宿舍 發生火警 官方指 事故造成13名學生遇難 一人受傷 但外界質疑 實際的傷亡人數可能更多 據報導 這間涵蓋小學和幼兒園兩個階段的 全日製民辦寄宿製學校 校舍的窗戶都安裝防動網 而起火地點是三樓的一間男生宿舍 住了小學三年級的30多名男生 楊子晚報引述一名自稱是該校的畢業生透露 晚上睡覺期間 宿舍都是鎖死的 距離事發學校300米居住的一名村民 向南方舟報紙 一個宿舍裡睡了多名學生 門勢人多很難走 此外有家長投訴 第二天上午 有其他家長在學校的家長群組 問小孩的情況 之後 他所在的兩個家長群組 一個被群主解散 一個被老師移出群組 而育蘭家長 也疑似已被當地政府看管 據財新網報道 事發後 一名在外面經營小商店的育蘭家長說 他們政府的人將我接到賓館這邊 沒有去學校也見不到小孩 我不知道小孩在哪裡才心急 宇蘭家長還說 我們現在的訴求 是要見小孩屍骨 再給真相我知道 也有其他宇蘭家長表示 還在等通知 到現在也見不到小孩 現身抱穿一戶人家的一對小孩 在發生火警的學校就讀 其中第二個小孩不幸遇難 鄰居說 目前這一家人 已經被當地政府看管 現在家裡沒有人 習慣操作 基本上學校有事 等他們去了 你都進不去了 他們是分開的 他們不是在一個地方 他們都怕家長們互相穿在一起 說得多了 都是消除影響 精神壓押這麼大是化妝 小是化妝 他們的利益就這樣操作了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鐘仔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